hello大家好,我刘逼 所谓树欲净而风不止 我之前做过一期关于韩国 讲我们汉服是他们韩服的事 那么现在其实回头来看 我觉得那一期的视频我做的不太好 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以后 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那么我今天也不玩任何的梗 我就正儿八经的讲述一下这件事 因为这是一件可以说是 韩国至上而下全方未舵 中国文化一个偷窃的行为 这种行为已经深入骨髓 我觉得已经无可救药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今天就认认真真给大家讲讲 什么叫全方位的抄袭和偷窃 那实际上在外网 韩国人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东西 一直都有寄予的 那这不是说因为某件事 或者某个人的个例 而是持续性的 最近可能被大家熟知的是 我们中国节深移这件事 那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从1964年开始 韩国官方韩国文化财产管理局 就设立了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项目 并建立了一套拥有者 学徒研究生 讲助生 这种完整的一个制度 那么说白点呢 就是每个月给这帮人一些钱 让他们能够专心的传授 他们这个文化财产 同年1964年12月 宗庙祭礼乐呢 成为了第一个被列入重要 无形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单里边 我们的端午节 在他们这里变成了序号13的 江陵端午节 虽然我们官方说过 他们这个端午节和我们不太一样 但是在去年端午节 韩国大规模的到印字上面 这个中国端午的帖子上面 刷他们韩国节日的标签 其实呢 就是想独占我们端午的这个称呼 还有最近的中国节变成了韩国节 其实他们还没有把这些啊 申请到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是先弄成他们国家的文化遗产 那么目的也是为了以后啊 申请这个非遗 这是明面上的 暗地里他们也做了一些行为啊 让人比较不齿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我国的东北地区 陆续了发现很多高构立的墓葬 和城市的遗址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那么其中一些墓葬中的壁画 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但是从97年到2000年这中间 古墓群发生了多次的壁画被盗事件 后来我国一些专家出访韩国 在他们韩国的博物馆 发现了被盗的壁画 那么刚叠的时候 我们就抓到了这个盗窃者啊 发现其背后 是由韩国古美术协会的一个负责人金仲春及时的啊 他花大价钱雇人偷的 那后来我国就找他们韩国来交涉 让他们归还壁画 但是金仲春呢 他失口否认说没这事儿 那么韩国民众还抗议说本来就是他们的 那实际上高构立跟他们高立根本就没关系啊 人家有自己的文化 而且高高立也是深受我们中国汉族文化影响 在壁画里边都会有福西女娲神农等形象 韩国官方说是一定会查明真相给我们个交代 但是查到今天这些壁画还是没有动情 到现在不了了之 其实呢 就在韩国国家博物馆里边 而且他们韩国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把这个事儿拍成了一个电影 叫做盗墓同盟 而近些年呢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韩国呢 他们也有了一些有规模的这些水军 有一个叫韩国网络外交世界团的组织 叫挖卡 说是有13万的自愿成员 那很多事儿呢 如果他们官方出面不太适合的时候 就有这个所谓的民间团体出面啊 比如说泡菜这个事儿吧 就是他们一直在前面教训 还要求百度百科对于韩国泡菜 源于中国这个内容道歉 还有呢 要求谷歌把我们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呢 投诉啊 说是改成Lunar New Year 这么Lunar New Year呢 以前我们官方也确实用过这种说法 但是在韩国人到处这个找事这种情况下呢 那Chinese New Year呢 现在已经是不能让用了 他们给的理由说是亚洲文化里边啊 很多国家都有过年这个节日 那么所以不能叫做Chinese New Year 那么再一看 他好像还有点逻辑 但是过年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自古的一个传统 周围亚洲国家 深受我们的这个影响啊 他们也过年 那总不能说我们过了几千年这个节日 因为要照顾他们的心情就给我们拿掉 对不对 前一阵子到现在为止啊 还没有消停这个汉服事件 也是他们带头下场 闹到什么程度呢 只要在外网 你用汉服这个标题 或者说有点知名度啊 他们就会有主旨的来你视频下边来骂你 那么油管上一个几千粉的葡萄牙妹子 晒了一个自己穿汉服的视频 都能让他们来围攻啊 就几千粉而已 那说的不是汉服啊 说是韩服 其实就是一件骑兄的儒群啊 他们也说是韩服 那在娱乐方面呢 通过这个影视文化来草化我们 那以前的例子呢 数不胜数啊 我实在是不想说太多啊 我就拿了最近的剧 就是说现在播的这个哲人皇后 里面有个镜头 就说我国外交官去他们那儿 这个男主呢 直接说要让中国的官员变成 堕烂的鱼头 那随后还让这个中国官员啊 在吃鱼的时候呢 吃到鱼钩啊 请问这不是故意的侮辱 这是什么呢 2019年还有一个剧叫加油吧 微积极啊 第七集 说骂人的什么乞丐什么的啊 那个乞丐就穿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衣服出场了 那当然在某著名的一个影评的一个平台啊啊 很多粉丝也帮到说话 说我们这些人呢 就是玻璃心啊 太敏感了 我不是说敏感不敏感的问题 这其实就是一种 潜因默化下的丑话 一部剧你可能说是意外 但是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剧都出现这种问题啊 请问这是偶然现象吗 你告诉我 都2021年了 多少年了 他们在影视剧上面恶心我们的画面减少了吗 多少啊 他们韩国的爱豆啊 网红 赚着我们中国人的钱 背地里边还嘲讽我们 前几天那个吃播的博主算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美妆博主 叫Pony朴惠敏 我很少说指名道姓的 对一个同行来说什么怎么样啊 但是你不能说你去吃中国人的饭 你骂着我们的娘 他也算是一个知名的美妆博主了 出了事以后 把评论和弹幕一关 就打算等风波过去了 以为就没事 娱乐呢 只是恶心 但是更多的剽窃行为 才是对我们时日性的伤害 他们那边 韩国一般操作呢 就是先去中国画 先瞄准我们中国这边的深衣艺术家 派人来偷学以后呢 回去起一个韩式的名字 然后据为己有 反过来说是自己发美的 啊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东阳风 东阳风这个词 就是典型的 抄袭完了中国文化 起一个新名字 和中国割裂 然后大规模的宣传 模糊和韩风的概念 最后我们的中国风 就变成了他们韩国风 首先是韩服 其次呢 是小说和漫画 那么韩服呢 别的不说 就纯抄袭 我国最大的一个 网商平台上面 就是一个重灾区 我们可以看看对比图啊 图一是一个韩国人啊 他用我们中国的一个 汉服店的飞鱼服啊 描图啊 说是他们韩国的 那么图二就是我刚才说 那个什么奇亚犯的 韩国美妆博主 Tony啊 带着我们在逃往买的 中国发展 说是他们韩国的 那后面的呢 都是各种各样的 偷的图啊 说是他们的 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我说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吧 2016年有一个男团 叫VIXX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他来我们中国 参加综艺节目 盖世英雄 那么节目主给他们 编排了一个中国风的舞台 融合了秦 唐 宋 元 四朝的元素 那么汉服 加扇子 加中国风的红色布景 17年他们发了一个新专辑 叫做桃圆镜 一模一样的造型和编排 绝口不提中国风 改称叫东阳风 那么接着 韩国大量的 涌现了所谓的 东阳风舞台 到这个妈妈某为止呢 这个东阳风舞台 已经被解释成为了 韩国独有的风格 说是韩国传统文化 与流行的结合 到此呢 整个偷窃的行为呢 他就完成了 那话小说这个事呢 就更多了 是吧 因为近江小说 现在的火热呢 在亚洲已经有了 不小的影响力 在原创内容方面呢 可以说是比较丰富 那么从小说方面 韩国他们想 重新再立个牌子 已经打不过我们了 那怎么做呢 就是漫画 那么韩国漫画 现在大规模的抄袭 和挪用近江的内容 把整个故事内容 完全照搬 画成漫画 特别是同人同性系统 重生穿越 那可以说是 完全的coupy过来 如果未来 他们这个漫画 影视化以后 那影响力就更大 到时候 太太们写的东西 反过来就变成 我们抄袭他们的了 更严重的是 偷试完以后 他们回去申移的 没错 就是来我们这边 找申移人 偷学手艺 然后回头 他们自己申移成韩国的 那这里边也有 三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韩国的艺术家吧 非常喜欢 声这件乐器 在我这个红音斋 应该说买声 就买了近100台的声 而且在买的同时呢 让我们来教他 梧桐来教他们演奏 他说的 我们要申移 我就觉得挺可笑的 这是我们民族 这么悠久历史的 而且几千年的文化 怎么成韩国的了 那从梧桐来讲的 也是坚定的说的 紧性一定要申移 那么我们从区里申报 完了到市里申报 到国家级申报 一共是三年 很顺利的就批下来 你就是真的没办法 看完以后去形容这种行为 真的是数字样感如此 你们看完之后呢 可能会觉得比较可笑 但是我看完啊 我觉得是真的有点可怕 因为这明显是有针对性 有目的性的投契 而且这也不是个案 你能说这个事是侥幸吗 如果他们成功了呢 那现在书秀 是不是可以叫做韩秀了呢 还有这个油纸产的事 我第一次和韩国人交流 关于油纸产自主记忆的时候 他和我说 想把我和我老婆请到韩国去 叫他们做闪 还要把我做闪的手工事败 给我买走 我想了想还是不去的好 虽然当时我的经济条件很差 但老手中的时候也可不能卖 我就是一个做油纸产的 也没有这么强的保护观念 不过他们这么一弄 我马上就开始想 先把我的手艺升起飞移 不然他们又说 油纸产是他们的了 当时我记得所有的材料 我写了七天七夜 虽然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但我也想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去保护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 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在关州油纸产 关州飞移 我也相信 今后会有更多的人 支持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盗窃行为 应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吧 中国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温水煮情 现在他们韩国人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而且全方面 全方位 从舆论到线下直接的偷窃 影响 如果我们再不重视 而是当做一个乐子 看过以后一笑而过 未来可能有一天 我们的新年真的叫啥都不一定 我其实做这期视频也挺难受 因为我发现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可能也就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讲这件事 或者说买几件物品 来支持一下 深移的艺术家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哪些事 来保护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你看着他超新 你也没有办法 如果有需要联名 或者说你现在是非裔的艺术家 手艺人 你需要帮助的话 请在后台私信我 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 那么也希望大家不要说反韩 或者怎么样 我们就是论事 他们挖卡这个组织 去宣传韩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也可以去宣传我们中国文化 保护和发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老祖宗的文化 这么多年传承下来 经久不衰 那真的是有东西 是吧 四大名著 一经 国画 书法 传统服饰和历史 我们来看国家保障 这个节目的时候 看看那些文物 和文物背后的历史 那是我们中华上千年来 传承下来的 是深刻在我们记忆和骨髓里的 几岁 这种压压而语的孩子 可能他都不识事 但是他就能知道 孙悟空三打百五经 是吧 懂一个恐如让离的一个成语 搞不好 还能说出几句论语 那其实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魂 对吧 到了端午节 吃重的 到了过年 我们吃饺子 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是中国人 就是来自我们各个民族的一种认同感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些宝贝 有人说你做这些视频 都是因为有流量 是吧 你去蹭 是这样的 以后我就不会讲任何关于什么 韩国盗窃 这个文化相关的事 那么专业的事情 咱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我做这一期的视频目的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事 我非常感谢文化输出现象 超话里的朋友们来帮我去寻找一个资料 去核实每一件事 我会在这个评论里边发出每一个我之前讲的这些事的链接 这种真实性的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所以以后想持续关注的朋友们 我建议你们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超话 名字叫文化输出现象 还有他们的视频号 这个视频号 这类事件以后会在他们自己的账号里边发布 那么视频号可能是新建的 内容不多 还在填充中 他们都是一群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妹子 也不太会剪辑 都是在自学中 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他们多多帮助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希望我们能够重视这件事 真的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